大家好,欢迎您收看10月17号的大花莲 敌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花莲县议会第二十届第四次定期大会在17号开议 下午只是进行了县长时针报告 而许正会向在场的议员同仁们 说明了今年度所执行的工作要项 希望在府会共同努力之下 共创花莲的美好未来 花莲县议会第二十届第四次定期大会 在17号开议下午进行县长时针报告前 首先是由议长张骏说明议事的所有程序 今天是花莲县议会第二十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的第一天 首先有关花莲县政府所推行的振兴券 对于次期县内消费的效益 未来将的不见的看出成效 政府只要对全县乡亲所推行的正面 且具善意的政策 本会毅然全力支持 反之对于政策之性面临方向 有所便宜的时候 本会予以强力的监督和打赏 那花莲正受强政与暴敏的灾害 还有道路的不见 以及观光与产业的振兴 都是我们责务常态 且必须尽速解决的问题 尤其是出发铁峰路 旅旅逢雨避断 已经成为花莲对外交通运输最大的痛点 更是影响花莲经济复苏的重中之重 我们一定要集结所有花莲的民意的力量 促使政府尽速加强全县道路建设 更要确保抒发铁峰路的绝对安全 紧接着县长徐真卫 则是针对年度的重要执行项目进行说明 一共大概有十周就是114年了 在这十周当中花莲县还有三十几个大型的全国性的活动 我想这就是我们希望第一个除了观光活动 另外除了一路向东 除了很多的这个博览会 其实还有很重要就是运动结合观光和赛事 既然观光赛事 赛事报名进来 它就一定会进来 这也是可以让我们保住我们整个 整个经济的活络还有住房的那个量 所以未来的住房率会慢慢会趋向于稳定而且提升 第二个是要谢谢大家 我们在七月份六月下旬 七月头我们幸福内开始讨论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地震的关系因为渔政的关系因为交通的关系 因为交通的关系花莲县内的整个经济涌紧 整个经济的温度一定没有办法提升 但是我们必须去保问它必须去持续它经济的活络度 所以六月底七月花莲县政府内部我们开了一个小宿管 能够通过我要再次谢谢议会能够当时很快的通过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振兴券的印制还有发送的时候 能够现在明天就截止 我想这要谢谢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 定期大会从十月十七号到十月二十四号进行各局处工作报告 十月二十五号到十一月十一号则是进行宪政总质询 十二十三号则是分组审查 十四十五号是二三读议程 回来有限电视台也会进行采访 同时会把议员所提出的建言 让乡亲知道议员们所关注的焦点 记者 徐立晴 华联市报导 再次议员 华联市报导